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算法是 C4取2乘以括号2的5次减2 先看C4取2 它指的是四种方案选用两种 然后这个2的5次呢 是指有五个人 那这五个人对两种方案只能选一个 所以会有2的5次 那如果这五个人对选出来的两种方案 又都选同一种 这样子也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两种形形扣掉 所以这个2是扣掉每个人都选用相同的方案 那C4取2是6 2的5次是32 32减2是30 所以它会等于6乘以30 算出来是180种 所以这题目的答案我们要选3